你们待会可以把那个什么 slide这个把它save一下 贴上去叫dbdelete好了 那其实就可以拿这个改 因为主要的用意是说 我们可以先把它删掉之后 再来确定说 它有没有删掉 那删除的实例也很简单 就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要删除哪一个的话 我这边会有这个先拿掉 就是全部都查出来 那我们就是在建资料连线之后的 跟查询的中间 做一个什么删除动作 那删除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这一行这个来复制 复制过来 不过这个是查询 复制的话是选取它 很做建案做拖拉 好 然后呢 特别说这一段跟这一段一样 但是因为删除的话呢 不需要接 因为删掉就删掉 就跟音色之一一样嘛 你不用 它不会有返还东西 所以前面不用等于那个刻色 那后面的话呢 记得哦 你就改一下语法 语法的话呢 就是什么 delete from 那个什么呢 哪一个table from哪一个table 后面的话呢 你就再加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的话呢 跟那个刚刚我们查询的叙述有点像 就是会哦 你的编号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们假设我今天 要删掉哪一笔记录的话 我就加一个会哦 哪一个栏位 特别说 字标拼错 哪个栏位 它的那个编号 等于多少 假设我要把编号第五的删掉 这样就OK了 如果我这边 delete from 在那个table03里面 那会有 那个 就是number等于五的话 那就帮我把五那个删掉 OK 另外如果说你会有 后面没写的话 假设你是 这样的叙述的话 意思就是全部删光哦 不过我们先不要这样 因为删光就 就要再剑很麻烦 就先慢慢删吧 你也不要一直要删太多个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你这个叙述没错的话 因为它是key 所以刚刚我们看一下 查好像有第五笔 这第五笔有 那接下来我就把它删掉看看 再把它查出来 所以删了之后 再去查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我看一下 删了之后 好 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第五笔不见了 那再来的话 你就可以再删第四笔 执行 第四笔 不过你会发现 奇怪了 删了第四笔之后 第五笔跑出来 好为什么 对没有卡密车 OK 有没有 因为如果你最后删了之后 你最后忘了卡密车 卡密车就是有点像储存 你删了结果没有储存 它东西都还在 你关掉它还在 所以特别注意 你要记得 在这个地方 再把那个前面有一个卡密车 有没有 这个地方 抗点卡密车 有没有 你就把它放到 这个下面 那当然 根据官方的那个说明 我看它就是 有点像safe 就是safe就对 把它safe下去 OK 确定是一个动作 那我们所以再把它 跑一下 第五笔 那当然跑应该 就是OK 第五笔 确定删掉了 那再来就删第四笔 卡密车 OK 第四笔 好没有了 有没有 第五笔不会突然跑出来 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边 改成就是用x 请输入哪一笔 有没有 所以 不过刚刚同学 好像有问到那个 所以这边的话 你加一个x 但特别注意 以后会有很多 类似像这种 变数型的那种 程式撰写 所以我们 请输入到三书编号 特别注意 这边后面 因为你就要变 所以记得 变 那因为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前后不用单一号 文字才需要前后单一号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后面串接 一个x就好了 那因为x input进来的一定是自串 所以串接它不用转型 所以这边的话 请输入编号 我们看一下 我输入三看会不会OK enter会不会删除呢 诶 x not different 串接 它说这个名称 为什么 对没错 OK 这边的话 记得 你不能说上面大写 下面小写 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因为我刚刚这个是贴的 这是打的 OK 所以尽量就是你要一致性 好 那这边的话第三笔删掉 enter 没错 再来就是第二笔 不过再删的话就全部没有了 所以等一下可能要自己再建一下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insert slate 最后delete delete 特别重要 就多增加这四行 云端上也有了 建议是自己动手写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删除 最后的话就是修改 比如说哪一笔资料 我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修改 你可以 试着把那个 再来就是 把 刚刚的slate 也许再把它改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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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